一定要是ID 其實你只要照這個步驟做 123按確定 保證做得出來 而且不會有錯誤 而且這個說真的 但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圖 我秀一次 過去 我看很多人應該是做不出來的 這個有時候動作差一個步驟 像這個還有好幾個選項你選哪一個 特別是選ID ID這個下拉選單自動會出現MAPDIV 為什麼因為ID裡面他自動會去搜尋 你網頁裡面有哪一些 是你自行加入的元件 他會自己列出來 那再來的話定義規則要在哪裡 我們是直接定義在哪裡 定義在齒文件 齒文件是指的是哪裡 這個齒文件指的就是index本身 就是把CS樣式的那些程式碼 寫在index的上面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你們往上 那個在 在程式碼上方會有CS樣式的那個 呃程式碼會出現 那當然一般還有 如果說你CS樣式表 太多了 通常不會放index 通常會獨立出一個檔案 齁也許叫什麼呢 叫 123.css 就是會有個點css的一個樣式表檔 他會獨立成一個檔案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 自己在建立一個檔案 放進去也ok 所以這一題這個部分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放在齒文件 然後再來就是 在這個裡面點兩下之後 他會要求我們去設定這個 DIV的CS 裡面就是包含什麼 我們的幾個選項 其實我們只有設定兩個 一個是方框 一個是邊框 這兩個 那寬度的話呢320高度的是440 不過如果你用320的話 將來 就是會有個問題 寬度受限320 也就是手機如果放大的話 他還是限制在那 所以 最後我要改一個叫什麼 Auto 有沒有自動調整 好 那另外的話 方框的部分要調哪些呢 方框的部分的話 就是下面這個 12這個 再來就是 方框的部分是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剛剛的部分是 方框 然後另外的話 這邊 選擇全部都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邊框部分 這邊有沒有 全部都紅色的話 那寬度是5 填入的是 Solid 所以 Solid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填出來就類似像這樣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 程式碼加上去 這個地方就可以work 那程式碼 因為在 在我們的那個範例裡面已經有了 所以你就 因為這程式碼路話自己全部key 我看 應該很容易 就 就完蛋了 不過 你不要就是以後就只有一招 Ctrl C Ctrl V 你當然你要知道你到底複製的什麼 為原則 因為我們 沒有太多時間 一行一行call 所以 只好就是 用複製貼上 因為書裡面有範例 你就拿來 參考一下 OK 那裡面到底call了什麼 我有把黃色的部分mark起來 第一行是關鍵 因為如果你要引用Google地圖的話 一定要加 第一行 這個第一行主要是什麼 你的API 有沒有看 其實就是MAP API 我們去引用它 它有一個網址 網址 有沒有 然後它的是一個 MAP的API 那所謂的API 就是 MAPI